下面说一说古埃及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 从一生下来 所有的埃及人就知道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 基本上他们都是子承父业 人们很少变动职位 当然也有例外的 比如说树立官的儿子是个傻子 工匠的儿子手断了 无法继承老爸的手艺 或者是他们犯错了 被惩罚降低的阶层 因为古埃及的人墨守成规 他们不善于革新 大家就想着安分熟悉的活下去就好了 百姓们把这种固化的阶层现象 已经视作是理所当然 永恒不变的规律 几乎不可能出现通过奋斗 或者是外部环境改变而改变职业的情况 这一套职业世袭制度 在埃及的社会中贯穿了整个王朝时期 如果拿金字塔来比喻埃及阶层的话 不用说在塔顶的肯定就是法老 它代表着诸神统治县世 法老主持着国内重大的仪式 祈求埃及的繁荣和富强 它的绝对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不容侵犯 仅次于法老的是王室的成员和贵族 贵族们与法老的关系十分的密切 他们遍布朝廷 占据了国家机构中重要的职位 掌握中央和地方的政权和军权 他们依靠的是法老赏赐大片的土地和资产 但是在王室统治最脆弱的分裂期 贵族们就会在各自领地上战山为王 形成割据的局面 祭司属于第三阶层 古外席的祭司被认为是众神的仆人 他们是与普通大众很不一样的一群人 一天要沐浴四次 要退出全身的毛发 因为祭司们是直接为神服务的 与神接触频繁 所以他们必须保持身体的洁净 这些禁忌里面还包括了 他们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尤其是猪肉和鱼肉 其实祭司不是全职的 有很多的祭司只是兼职 他们可能就是为什么要服务一个多月 然后又会从事其他的工作几个月 如此循环 祭司还可以结婚 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子女 而且祭司不只是男的 他也有女的祭司 每个庙宇的高级祭司都是手握大权的 因为他们是代表法老侍奉于神前 除了高级祭司之外 还有许多协助高级祭司工作的低级祭司 他们的职权当然也要小很多 有的可能就是教别人怎么写字 或者是观察新向的行家 教证日历或者是占卜等等 而供奉女神的神庙 专门就会有女祭司去侍奉 这是女性少有的头衔之一 尽管所有的庙里面高级祭司都是男性担任的 但是在庙宇昼月的时候 女祭司也会出来跳跳舞唱唱歌什么的 在举行祭司活动的时候 祭司们都会点燃香炉里的香料 那样就可以发出清新淡然的气息来净化神庙 其实这样做就是为了取悦其间的众神 这些香炉都是以神的造型出现的 实际上祭司们取悦神的手段也不仅仅如此 在必要的时候 他们甚至会打扮成儿童祭司的样子 就表示自己是神明宠爱的孩子 祭司们每天都必须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打理神庙中央摆放的黄金神像 他们每天都要清洗和给这些神像换装 而且还要多次的奉上食物 到了晚上的时候 这些神像都会装在盒子里 第二天的清晨特定的时候又会被拿出来 书立官等文职的官员 从高级管理员到低级管理员分布于各个阶级 总的来说吧 埃及社会没有完整的金融体系 偶尔王室或者是私人的业主 需要清晰的知道征收赴税的情况等等的时候 就会需要书立官来为他们服务 能够读书写字 在古埃及是社会阶层的一道分水里 有点文化的中间阶层 基本上能保证生活无忧 而低于书立官这个阶层 就属于半文盲的手工艺人们了 他们虽然不能够正确的解读文字 但是可以非常熟练 而且准确无误的雕刻象形文字 埃及社会的最底层是农民 他们在压迫下过着半自由的生活 如果农民积极的上缴赴税 就可以免受鞭打之苦 农民们大部分都是给贵族和官员们干活的 他们小心翼翼的伺候着这些达官贵人们 成为他们的奴仆 埃及也是有奴隶阶层的 不过人数并不多 他们主要是新王国时代 埃及在攻打别族的时候抓获的战俘 这些奴隶属于奴隶主的私人财产 他们可以转借出租甚至是买卖 理论上来说 仆人是可以自由的选择 他愿意服侍的主人的 不过实际上在没有主人允许的情况下 仆人很难自由的离开 奴隶和仆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分界限 有些女仆是通过卖身为奴来躲避债务 女仆的主人会答应收留他们 保护他们 如果他们运气爆棚的话 还会遇到一些非常好心眼的主人 最后可能还会还他们自由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儿 下次见